POKEMON GENT 大家好 我們是Gan什麼 這一次要來介紹一款非常有趣好玩的遊戲 就是這一個 看它的封面應該是超多人會愛的 這隻是誰 Pikachu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遊戲是 Splender 韓文系列的寶可夢系列 它是有韓文版 它出了寶可夢的IP 跟Splender做結合 Splender就是我們最熟悉的璀璨寶石 但是它加入了寶可夢的元素 那這一次我們來介紹一下寶可夢有什麼不一樣的玩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璀璨寶石可能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這個 籌碼的這個 各種不同顏色的 之前也有介紹像那個 漫威的那個薩諾斯系列 它出了非常多的IP 但是我覺得寶可夢系列是我自己玩過 錘碳寶石改一款改的最有趣 那哪一些有趣呢 就是它多了一個進化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來會講到 那我們來先講一下基礎的規則 跟寶可夢的新增規則 基礎的規則有哪些呢 首先輪到你的回合呢 你有兩件事情可以做 你要嘛就是拿寶石 或是這個叫做拿超級球 或拿這個進化球 或者是抓取寶可夢 之前是買那個買貴族嗎 那這個叫抓取寶可夢 然後跟拿這個寶可夢球 那這些寶可夢球呢 我們看一下有哪幾種球 首先這個叫做精靈球 藍色的是超級球 這個是特級球 然後這個是速度球 然後粉紅色的是治癒球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我們的黃金 那黃金它是用大師球 那拿的方式呢 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選這五種顏色 任選三個各拿一顆 或者是說你可以選同一種顏色 一次拿兩顆 但是限定你至少要四個以上 像剩下三個就不能一次拿兩個 你要四個以上才能一次拿兩個 或者你可以選擇拿一個大師球 然後再扣這邊的十二張牌 其中一張牌 你把它扣下來 這樣子扣住 那這個扣住的牌還不是你的 你還是要花一個行動盒的把它買 才行 然後這個是拿取的動作 接下來就是買 你可以選擇你用你擁有的寶石 然後你擁有的這些球 然後來抓取你的寶可夢 好舉例來講 這邊有分低階中階高階的 那大部分一開始會從低階開始 那你要買低階的這邊就有顯示 他需要的 像這邊兩顆超級球跟兩顆精靈球 如果你又有這樣子四顆 你就可以花四顆球 然後把這個波波把它買下來 然後波波買下來之後呢 這邊 他這邊就代表一顆超級球 所以你之後如果你一樣要買 有藍色超級球的這張寶可夢 你就可以少附一個藍色的這個超級球 以此類推你累積了越多的球 當引擎推進之後 你以後可以花越少的資源 然後買取越高階的這個寶可夢 那你當你拿了一張牌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補一張牌 好以此類推順時鐘進行 直到我們的遊戲目標 就是18分 誰先獲得18分 那一輪就是獲得勝利最高的玩家 那再來講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這一個出了角色 我們有四個角色 有火箭隊 還有這個什麼鋼 小鋼 小鋼 這個小智跟比卡丘 還有這個小蝦跟可達鴨 但是這個角色 只是讓大家拿著讓小朋友很開心 實際上沒有任何的角色功能 好我們講一個最有趣的 來了 就是他多了一個進化的功能 跟這個傳說跟夢幻的寶可夢 傳奇跟夢幻的寶可夢 這兩個這個牌呢 這邊是只會開一張 你拿走一張之後呢 才會再補一張 那這個呢 首先他一定需要大獅球 才能夠去購買他 並且你買了他之後呢 他會代表兩顆粉紅色的球 治癒球 對他一次就代表兩顆 所以是非常強的 但是他缺點是 你不能用大獅球拿黃金 然後去扣他 這是不能當扣牌做使用的 好那接下來買牌之後呢 就是順序的樣 你可以花你的精靈球 然後去購買以上的寶可夢 買完之後呢 接下來比較特別就是 寶可夢擁有了進化的功能 這邊有一個進化圖表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 波波可以進化成BB鳥 然後再進化成大比鳥 那要怎麼進化呢 有幾個條件 首先第一個條件是 你要進化的時候呢 像他這邊就有顯示 你要進化成BB鳥 你需要兩個精靈球 這兩個精靈球是 你必須擁有兩張精靈球 在你的 你要有買兩張精靈球 而不是說你有兩個這個 這不是喔 你有兩張精靈球 有點像貴族的概念 你要兩張精靈球 你才能夠讓他進化 那什麼時候能夠進化呢 就是在你回合結束的時候 只要你能夠滿足這個條件 並且 很重要 並且 場上要有BB鳥 如果場上沒有BB鳥 你是不能夠進化的 所以你可以進化成BB鳥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無條件直接進化 並且 把這張牌 把它移除掉 那你就可以進化成BB鳥 把它放上去 同一個回合只能進化一次 不能重複一直進化 那進化完成了 就這樣完成就可以繼續補 那最高呢 最高呢 就是可以再往上進化 到這個 大鼻鳥 來看一下大鼻鳥 多了金毛的大鼻鳥 那這個呢 好處就是 那我覺得玩法建議呢 就是你可以選其中兩個顏色 因為我們有五個顏色嘛 你可以有兩個顏色走進化路線 其他三個顏色走多數路線 這樣子其實分數可以衝得 比以往還要高很多 好 那這個遊戲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給大家了解 新的玩法跟新的機制 那我告訴你其中 我發現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這個遊戲叫做 寶可夢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小朋友最愛的就是Pikachu 但是這個遊戲裡面 沒有Pikachu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無法進化三階 所以能夠進化三階的角色呢 這邊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喜歡Pikachu的玩家 你就把小字拿走 因為他內建一隻Pikachu 只是沒有分數而已 你可以帶著你的小字跟Pikachu 一起來闖關 以上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或是說有什麼新的遊戲 想跟我們介紹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順便預告一下 我最喜歡的 蓋亞計畫擴充版出來了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